有的鱼会走路,有的鱼会上树,还有的鱼会被淹死 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 什么样的鱼会走路呢? 咱们南方的朋友应该好多人都见过 它就是潘卢,也叫过山脊 这种鱼皮糙肉厚,起表鳞片硬如铠甲 在一个池塘里面呆够了,闲着没事 到另外一个池塘去旅游一下 所以说在路上成群结队的走路 这个是常见的事情 前不久咱们可爱的大白 不就在山上遇到了大量的过山脊组团去旅游吗? 那么什么样的鱼会上树呢? 这种鱼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 它是一种江鱼,名字叫做花溪江 它主要生活在沼泽地区 一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住在树上 其实这是它自己自救的一种方法 在池塘的水干涸之后 它会躲在枯树的树洞里面 待上三四个月,等着下一场大雨的到来 大家应该知道,烂木头质地松软 它会吸收大量的水分 可以让小鱼熬过这个旱季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样的鱼会被淹死呢? 其实好多鱼都是需要到水面去换气的 不能长时间待在水下 咱们就列举其中一个品种 非洲废鱼 这种鱼的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它离开水能活个三四年 但是它却不能一直待在水下 它需要换气 非洲废鱼会在旱季的时候躲在泥土里面 等待下一次的雨季 一般也就是几个月之后 如果真的让它在泥土里面待上三四年 它是比较狠的 它饿了会直接吃掉自己的尾巴